去年用茶叶保存板栗的方法,帮助了很多朋友,解决了拨板栗存板栗的难题。 这不,今年的板栗又上市了,很多朋友又忙着储存板栗了。 今年我们家也要多存一点,过节的时候给亲戚邻居们都分一点。 当然还是用我们家的老方法,存了这么多年板栗,从来没有失败过。 如果还有不知道怎么保存板栗的朋友,今天可要看仔细了。 我从头到尾再跟大家分享一遍,喜欢吃板栗的朋友,你就收藏起来。 首先把板栗用淡盐水清洗一遍,板栗是很容易长虫子的,有些从眼看不见,用盐水浸泡可以让小虫子自动跑出来。 清洗干净的板栗,我们再把它切上一刀。 很多人都怕剥板栗,往往手剥的生疼,半天还剥不了几个。 其实呢,你只要用对了方法,一秒脱壳也不是难事。 板栗的壳比较硬,但是你看板栗的底座,这个部位就比较薄弱。 我们可以用刀在这个地方切上一刀,这样后面剥板栗就跟剥毛豆一样的简单了。 全部切好,装入盆中备用,再烧一锅水,加入一把茶叶,红茶或者绿茶都是可以的。 用大火把茶水煮开,煮出浓浓的茶香味,然后把切好的板栗倒入茶水中。 开大火,继续煮两分钟左右,时间也不能煮久了,不然把板栗煮熟了,锅的时候就容易碎。 茶叶中含有大量的茶造素和茶多酚,用高温的茶水浸泡板栗,这样里面的小虫暖就被消灭得干干净净了。 而且因为茶水的作用,板栗不易变色发黑,也更逆于长久保存。 带着茶香味的板栗,吃起来口感也就更好了,等到茶水不烫手,我们就可以把板栗捞出来,剥去外壳。 经过前面的这一系列操作,板栗就变得特别好剥壳,一模也能吃得干干净净,即便你和我一样完全没有指甲,轻轻松松,两秒钟就能剥出完整的板栗仁。 现在的板栗是半生不俗的状态,最适合长久保存了。 板栗仁全部剥好,再用保鲜密封袋把它们装起来,放在冰箱冷冻,谁吃谁去。 这样吃到明年,口感还是和新鲜的一样。 如果是深板栗,直接冷冻,就会冻坏粗水,颜色发黑。 如果是俗板栗,冷冻后再加热,就会粉碎不完整。 只有这种半生不熟的板栗,冷冻后不用解冻,直接蒸,煮,烤,炖,想怎么吃都可以,口感和新鲜的一样。 想要保存板栗的朋友,一定要用对方法哦。 趁着现在板栗便宜,你也可以多储存一些哦,赶紧去试试吧。